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太多期待 心态放平一点 真的对于双方的关系更能起到维护的作用 那她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一 婚姻里和别人攀比 容易让彼此生出隔阂 今年59岁的詹丽华老人 与老伴结婚34年 两人的女儿今年都已经32岁了 她说自己对婚姻对伴侣的期望值真的不是太高 只要两个人能够齐心协力 把日子好好过下去就行 大方向对了 原则性把握住了 性格跟作风方面没什么大的毛病 自己就相当满足了 在她看来 如果一个结了婚的女人 在婚姻里总是喜欢和别人攀比 那真的很容易让彼此生出隔阂与嫌隙 自己心态好 比什么都强 就我自己而言 也不期待我老公能赚大钱 也不期待他特别温柔体贴 对我知冷知热 只要负责任 勤劳 懂相互迁就 能正常沟通和交流就行了 只要这些方面符合了自己的内心需求 说真的 一对夫妻很难发生特别大的 无法调和的争执 我倒是发现自己身边有不少女人 在婚姻当中习惯对老伴高标准 严要求 对方若是有什么地方达不到自己的期望值 就容易发飙 可是自己这一方又完全不按这一套模式走 而这样一种过日子的方法最容易出问题 而且是大问题 所以他因为懂得这些非常通情达理 也不爱跟周围别的女人攀比 早已习惯了有多大的能力过什么样的生活 夫妻感情挺和睦的 二 习惯平淡好好生活 有伤有良 比每天指责和埋怨更有用 詹女士认为 傻女人才不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过日子 而一味对男人提各种她没办法达成的要求 你说一个女人 没事就埋怨自己老公没出息 没办法让她锦衣玉食 但实际情况是你找对方的时候 大概就明白了她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与性格 所以说对于未来的人生 得有一种比较清晰而正常的认识才行 她觉得那种只是因为身边别的女人的老伴 官做的有多大 贤挣的有多少 就拿来打击自己老公的女人的行为 不但没有什么可比性 而且也相当不明智 因为你埋怨也改变不了你老公的现状 也改变不了自己需要过的生活 与其做这些没有意义的伤害婚姻的事情 还不如习惯平淡 跟对方一起好好生活 彼此有伤有良 比每天指责和埋怨更有用 女人对男人可以适当鼓励与鞭策 但是不能对对方有超出他能力范围之外的期待 这也是一种务实的态度 三 少一点期待 都爱自己一点 日子才会越来越幸福 有些女人对此也有不同看法 他们说 我那是期待他多有钱 有事 能干 出众了吗 根本不是好吗 就是一直跟着他过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日子 但是你不知道 这个男人生活方面有多懒散 脾气有多自我 口气有多冲 夫妻一起过日子 舌头难免有碰到牙齿的地方 他作为一个大男人 一点也不懂得体谅与理解自己的老婆 就只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想事情 这才是我唠叨的原因 失望的原因 沮丧的原因 但是在詹女士看来 就算对方身上有很多小毛病 可对女人来说 如果明白改变对方的可能性并不大 但你们之间其他一切都还保持得挺正常的话 那就不如少点期待 多爱自己一点 这样你就不会过度关注这些东西 日子才会越来越幸福 因为改变不了就只能忽略 其实就就是一种有选择性的包容 总之处于婚姻当中 面对老伴之时 过于较真真的不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遇事少发火 多提醒自己平常新一点 最有效 今年62岁的林阿姨 也向志恒分享了她的故事 最近林阿姨的女儿又打电话 跟林阿姨抱怨 说自己想要离婚 林阿姨的女儿已经闹过很多次离婚了 其实林阿姨觉得女婿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出在女儿的想法上 女儿对女婿总是有太多不必要的期待 林阿姨和丈夫的感情特别好 两夫妻恩恩爱爱 携手走过了三十多年 为什么林阿姨和丈夫的感情能这么好呢 林阿姨这个智慧的母亲 给了女儿一个忠告 对待丈夫不要抱有太多期待 林阿姨的自述 女儿常常跟我抱怨说她想要离婚 我总是劝她 你老公还不错 你别对她期待太高 对老公期待太高了 只会让两夫妻的关系越来越僵 我不是嘴上这样劝女儿 实际上我就是这样看待我的丈夫 我从来都不会对丈夫抱有太多的期待 我总是根据实际情况出发 去调整我对丈夫的期待 而不是一厢情愿地要求丈夫满足我的高期待 我丈夫工作很忙 她每天有绝大多数时间都铺在了工作上 她努力赚钱养家 我就不会对她有时间陪伴我这件事怀有高期待 我知道 人生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不能要求她既努力赚钱养家 又有时间陪我 如果她花大量的时间陪我 那么她肯定没办法努力工作 但是我女儿就想不通 我女婿的工作也挺忙的 大多数时间都在公司 我女儿就对此很不满 总是责怪女婿不够爱她 怪女婿没有足够多的时间陪伴她 我总是劝我女儿 女婿也只是个普通人 她也要在社会上努力工作 才能够挣钱养家 你不能够要求她有三头六臂 她努力工作时 你就多体谅她 不要不体谅她 还在那边无理取闹 责怪她没有时间陪你 女婿工作本来就已经够忙够累了 你还要责怪她 让她心情烦躁 这样的老婆实在是太不贴心了 我和丈夫相处时 我努力去做一个会换位思考的女人 她工作忙 我就少给她添麻烦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好妻子该有的表现 不仅在陪伴我这件事情上 我对老公没有高期待 在做家务这件事情上 我对老公也没有高期待 我老公偶尔放假时 也会在家里做做家务 但他做家务 往往都是帮倒忙 因为他在做家务时很不细致 总是很粗糙 而当这时 我不会去批评老公做得不够好 我觉得老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还愿意帮我分担家务 是一种爱的体现 我应该赞美他 而不是挑剔他做得不够好 我不能对老公抱有那么高的期待 期待他不仅擅长工作赚钱 还擅长做家务 可我女儿会对女婿有这么高的期待 女婿有时也会主动帮女儿做家务 但女儿总是挑剔 总是不满 这大大打击了女婿做家务的热情 男人愿意做家务 老婆就应该赞美他 而不是去挑剔他 毕竟男人不是女人 男人做家务时 不可能像女人那么细致 在另外一件事情上 我对我老公也没有高期待 那就是 到底老婆重要 还是婆家的家人重要 很多女人都会较劲这一点 总要男人承认 老婆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男人觉得 婆家的人更重要 那么女人就会把小家庭 闹得天翻地覆 我从来不跟老公争这个 我觉得 老公既要重视老婆 也要重视婆家的人 毕竟那是他的亲人 我不会对老公抱有高期待 认为老公就应该把老婆放在第一位 就该为了老婆忽视其他人 我女儿不一样 我女儿总是要女婿把她当成第一位 我女婿为了婆家的事情怠慢了我女儿 我女儿总是要跟女婿大闹一番 其实我认为这样的表现 是很伤夫妻感情的 我总是劝告我女儿 当你不对丈夫抱有太高的期待 你就会发现 丈夫是挺好的人 如果你对丈夫抱有太高的期待 你会发现 丈夫越来越不好 每个女人理想中的丈夫 都应该达到一百分 但现实并不是理想 现实中的丈夫如果有达到七十分 那么就应该赞美她 就应该觉得丈夫挺不错的 而不是用一百分去严苛要求丈夫 去指责丈夫 这样两夫妻是无法幸福的 老话常说 男人没有女人那么细致 线条粗一些是常态 所以对于他们的伴侣来讲 嫁给对方的时候 就要明白男女性格方面的天然差异 此外还要加上了解自己老公个性 是一种什么样的样子 这样就能做到内心有数 找到与之相处的最好办法 这样你们的婚姻 才会更加和谐与温馨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 千万不要放纵女人天性当中 喜欢攀比的这种缺点 自己是什么样的能力 自己老公是什么样的能力 两人努力打拼之后 能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努力做好之余 坦然享受这一种现实便好 超出这些以上的那些渴望 作为一种愿景 双方尝试着往那个方向一起发展发展 但不是因为当下对方满足不了你的期待 就数落埋怨与打压对方 这样的话 真的对你的婚姻只有破坏力 而没有丝毫的帮助 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呢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